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VR网乐 今天依然是VR最新动态集合的一天 第一个又是关于PCVR游戏移植到VR一体机的消息 剑客VR正式宣布将移植到Oculus Quest上 好消息是这一次不是Quest 2独藏 而是保留了在一代Quest运行的可能性 这个游戏跟剑与魔法类似 都是物理引擎驱动的近战战斗VR游戏 当然也还包括一些魔法的效果 预计会在2022年春季正式登陆一体机 他们此前想的是等游戏完成后 直接上架Quest的商店 但是Oculus官方是建议他们先制作一个版本 上架到App Lab测试一下 老如说这里就看出来Oculus眼中 独家IP和第三方IP的区别 剑客VR还是值得期待的 因为从去年登陆PCVR和PSVR以来 团队一直有在努力保持更新 添加一些新的内容 也表示努力让一体机版本跟其他平台 保持相同的质量水平 第二个是约翰卡马克大神 再度确认他们正在开发 Oculus Quest平台的社交多人主控室 也就是把PC端的Oculus主控室 做到Quest上 目前Quest的主控室背景 可以在山丘啊太空 或者未来城市之间做一些改变 但住宅本身的东西却不能 改变之后呢 将来你可以在主控室里 去跟一些物体做一些互动 就像你在Oculus Quest的初始教程里那样 甚至像PC那样 邀请几位朋友访问你的Quest主控室 这是Oculus加强Quest属性的关键一环 也是VR系统区别于平面操作系统的重要一点 但是唯一值得担忧的是 这样的主控室相当于 直接在启动时已经加载了某个应用 这样的情况下 会不会拖累开机时间和运行性能呢 希望这个主控室可以早点安排上 并且能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第三个是在前不久的 脸书服务器搭档机之后 出现了一个名为Oculus的工具 就能让你从Oculus Quest上 解除Facebook账户的板定 但是我觉得这网页对大陆用户 是有点脱裤子放屁 因为你仍然需要一个Facebook账户 在初始阶段来设置激活设备 在此之后你才可以再使用Oculus 时完全放弃Facebook 而且你不能访问Oculus商店 还有Oculus TV或者Oculus浏览器 这样的系统应用程序 都将无法启动 至于Link功能还是可以的 只是你Oculus PC端 不还是需要登陆Oculus账号吗 所以除非你是一个对脸书恨之入苦的人 用这个工具实属没必要 而且大部分大陆用户都是离线情况下 玩位置来源的 所以更加无所谓了 最后到几时播报下 离今年的Oculus Connect大会还有21天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